有人吃過處女男的灰嗎 沒有 如果有的話他們的反應都會很大 就是 你覺得處女男怎麼樣 家 來 說到處女男 我們就會想到處女座的什麼特色呢 我們就來了解看看囉 看處女座曖昧 太多 太少 都不行 如果太多 讓她偵測到了 你好像很喜歡我 請注意 這對一個好奇心很旺盛的人來說 你就失去了被她探索的本錢了 因為他們是很傲嬌的喔 如果你對她那麼的感興趣 那就是換你來探索她了 所以某種程度呢 你稍微有一點高冷 或者是對她表現出來的是 有點滿意 又沒有那麼滿意 這種介於中間的事情 如果你拿捏得好 當然它就會增加了對你的好奇心 因為在處女男的心目當中 雖然她們非常的好嬌 但是某種程度她們也有謙卑的特質 因為她們會警告自己不能太驕傲 或不能把驕傲露出來 所以咯 你對她的喜歡也最好不要露太多 那為什麼也不能表現太少呢 因為其實處女座非常需要鼓勵 我們剛剛講了 她只是表現出不驕傲的樣子 但其實心裡她們覺得自己滿好的 她自己很聰明啊 她也很努力啊 多麼希望你發現啊 所以如果你能夠適時地給她一些讚美鼓勵 那她就會覺得 欸 你懂我 好好好 這個好 她們還蠻需要觀眾的 但重點是 處女男到底喜不喜歡你呢 犧牲休息時間來陪你 你要知道喔 對處女座來說 時間是很寶貴的 她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如果她願意把寶貴的時間 用在你的身上 甚至於就是休息的時候 她也很願意陪你上山下海 安排很多跟你在一起的時光 那二話不說 她真的很重視你喔 第二 如果還沒有在一起 只是做朋友 她就對你的 人生觀 價值觀 婚姻觀 觀念想法很有興趣 這表示她們已經在跟你進行 高傲的 傲嬌的她很重視的 精神層面 而精神層面的契合 對她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這方面她覺得 嗯哼 你跟我蠻同類型的 以後我就不用再花時間教育你的話 你上升指數又更高了 第三 她願不願意跟你描摹夢想呢 如果她很喜歡你 她一定會很想把好東西都告訴你 比如說 我曾經去過一個地方 風景很美喔 下次帶你去 如果她會跟你說 有一個東西好好吃 我帶你去吃 像這種想把好東西分享給你 那表示她真的很在意你了 在別人面前很穩重 在你面前很孩子氣 這也是她對你安心的一個表現喔 因為其實處女座我剛剛說了 自尊心很高 她非常希望在別人心目中 就是個萬事通 可是她居然願意在你面前 展露無能的一面 那就代表她真的願意跟你走長遠 或者是已經在被你收服的路上了 處女男有點害羞 這一點可能會讓你們 曖昧過久 實在無法突破的話呢 可能處女男也會著急喔 說不定就會故意弄一個 讓你吃醋的事件 好逼你乖乖告白 讓你們的關係確定 關於處女男的害羞呢 我覺得是要好好分辨的唷 好啦 有一種是真的很害羞 那這種害羞的人 她還是很有好奇心 那她的好奇心可能對人或對事 那可是有一種呢 我就不覺得她是真害羞了 我覺得她是害羞的表面下 包裝著悶燒的雞 那這種類型呢 外表可能還是貌似忠良啦 但是可能眼神就會不定期的 可能飄來飄去 可能也是我們覺得有點危險 有點花心的類型 一個處女座 一旦她有花心的傾向 那可能跟她有沒有伴侶是沒有關係的 因此你再喜歡一個處女男 也要仔細分辨 她是真害羞 才是真害羞 才是真害羞囉 處女座呢 她是非常喜歡說話的 她也非常愛表達意見 表達她剛剛好 你會覺得蠻崇拜她的 因為發現她心思真的好細膩喔 或觀察很入微 可是如果過多 那就變成一個干擾 處女座是一個不吝惜 把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 啪啦啪啦表現出來的人喔 所以也許在溝通或交談的過程 會讓你有點生氣 換手機 那別人可能問你多少錢 多少錢就結束了這個話題 但是他們就會碎碎念說 這不是很浪費嗎 那你是看到她什麼 那顏色怎麼樣 那功能又如何 那有時候就是會有點 拖冷水跟很掃興 不過這一切都是愛能夠解決的 不是嗎 如果你要愛一個處女座 你就要接受她的碎碎念 她如果不夠愛你 她還不見得在你身上碎碎念 我們都沒有講她壞話 這樣可以嗎 當然我知道有非常多受過 處女男傷害的女生 然後絕對覺得她們是渣中之渣 是渣到去英明 那我就要提醒了 我覺得這也跟處女座男生 她不會演有關係 她不願意演 當她發現被你發現她很渣 然後她也發現她自己改不過來 那麼她們就會索性以及豁出去 而且會非常的粗辱跟沒有禮貌 所以這種有點傷人自尊的一個表現 或類似蠻沒有風度的 我們都覺得 欸 她們看起來蠻紳士 可是一旦她們要沒有風度 會非常的沒有風度 她們可能會逼迫 逼迫喔 朋友二選一選邊站 讓前任女友覺得說 她是非常的 不留情面 不留餘地 像這種人恨秀心的一種行為 好 所以像這種行為 可能就會讓人家覺得 怎麼跟外表犯差這麼大 她們這麼渣也是蠻好的 會讓你跟她劃清界線 也不會再想哥哥幾 最後呢 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投入得太快 讓她盡量想在你身上學習 探索 入你跟處女男戀愛順利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啟陽 從這個月開始 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 或摘新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